阿羅拉從蒙三百年來 同學是欣賞來自馬來西亞拉曼理工大學同學拍攝的作品 四傳戲即日起到十九號 是在社藝學院一樓展覽天舉辦一年一度的社藝季展覽 我是四傳嘛 所以用的是那個四傳的視 就是視力的視 然後也是代表說希望自己的眼界可以更開闊一點 然後加上這次是四校聯合的展覽 所以有走向世界的意思 所以就叫做世界 插花作品媽媽的裁縫機同學表示媽媽是裁縫師 從小到大看著媽媽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家 裁縫機也伴隨她長大 特別畫下媽媽的裁縫機 代表生活的點滴回憶 裁縫機是因為媽媽從小到大的工作都是裁縫師 然後呢一直陪伴我們的時光 其實都是看到她在做工作 然後都坐在裁縫機前面 對然後她的裁縫機其實紀錄了我們 從小到大到現在為止的一個生活點滴 另外壓克力畫藍眼淚 畫中燈塔象徵希望 浪花代表著人生雖有大風大浪 但成果不平靜之後 一切都會變得美好 那為什麼叫藍眼淚 因為我自己本身喜歡海 然後有一些海邊 它會有海浪打出來那個光會很漂亮 然後對剛好這次的色役劑的名稱叫世界 然後跟海洋比較有相關 樹苗作品枷鎖畫裡的骷顱頭代表動物的死亡 萬獸之王獅子代表所有動物 中間的枷鎖是動物希望打破人類滅殺的期待 骷顱頭就象徵這個人類滅殺動物的畫習慣 然後中間是就是用鐵鏈來就是破掉的意象 來象徵就是動物希望有一天能打破這個枷鎖 隨彩畫舞會中的焦點和探筆畫最浪漫的交響樂 同學認為青春雖然短暫 但是一生中最光鮮亮麗的時候 要把握當下想做的事不留遺憾 因為每個人青春是非常短暫的 所以我想要表現出每個人這一段時間會非常的光鮮亮麗 就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留遺憾 設計展覽四世傳戲一年一度的傳統 創作類別包含了繪畫、平面設計、數位影音繪本等 相當多元不只是透過展覽展現學習成果 學生也發揮豐富的創造力 創作了自我探索、社會關懷等不同議題的作品 忽然會進行 依舊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